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近日,Seacom落户流马 这笔交易让那些对足尺寸封线有所想法的球队将目光转移到了其他球员身上 比如巫师当家球星Kuzma 根据NBA记者Michael Scholar的最新报道 联盟各队目前对Kuzma的交易兴趣有所提升 并将其视为正向资产 看起来Kuzma能在任何交易中为巫师带来选秀权 对于此事,巫师倒是持开放态度 消息人士还透露 巫师想得到2024年以后的首轮签 言下之意就是 只要筹码够,Kuzma绝非非卖品 如果Kuzma真的被放走了 是否就意味着巫师正式成为了PUO的球队 有趣的是,巫师官方透露 球队将会在1月26日对爵士的比赛中 为前5000位到场球迷送上PUO的主题毛巾 主题为PUO Party 此举也被很多球迷调侃为扶证PUO的讯号 但认真地说 无论Kuzma走或不走 PUO讲成为巫师的头牌都非常困难 因为如果一名球员上线不高 下线超低 还时不时贡献各位数得分 发挥极不稳定 那他就很难成为任何一支NBA球队的大当家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 1月22日打完金块后 PUO本赛季的总正负值已经达到了-363 暂时以微弱的优势领先着-361的队友Kuzma 排名全联盟倒数第一 没错 截至目前 他居然仍然是全联盟总输分最多的人 烂得简直不像是NBA的球员 其实之前的影片中也剖析过PUO的问题 那么赛季已经过半 PUO究竟在哪些方面毫无掌进呢 他在NBA真的还有未来吗 今天让我们聊聊让人失望无比的PUO 其实PUO本赛季并不是一直糟糕透顶 尤其是进入2024年后 他还是连续打出了几场好球 从1月9日对雷霆 一直到1月21日对马刺 PUO在连续6场比赛内交出场均21.3分3.3助攻 命中率46.1%的数据 场均失误更是只有0.8次 而且这6场比赛 他有4场的命中率不低于46% 要知道他本赛季出战的前34场比赛内 也只有6场比赛的命中率不低于46% 虽然这6场比赛巫师只有一胜五负 但凭心而论PUO的个人表现可圈可点 他有3场比赛的正负值非负 同时也有3场比赛 他在场时球队的竞胜分高于不在场时 相比而言 Kuzma的问题更为明显 如上头乱打 平凡打铁不给队友传球等 看似PUO将触底重生 但在1月22日对筋快的比赛 他又一次救急复发 只在28分钟内七投一中 交出4分0助攻2失误4范规的战犯级别表现 像这种往内线的调球就非常随意 被对手抄截也毫不稀奇 还有这种球 突入内线后面对站定的约老师 身后还有紧追不舍的KCP PUO就会显得慢半拍 不知道该传啊该投啊还是该直接上篮 临场决策仍然很差 当然从这一场的细节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别的东西 看这个回合 PUO自主持球往内线攻 被金块的Brown和MPJ联手放下 Watson拿到篮板 运球还没过半场 PUO就直接犯规 可以看到无视其他防守球员回味并不慢 所以PUO没必要立刻下手阻碍金块快攻 他的这次犯规甚至有些赌气 这也反映出这场比赛PUO给人的观感 他似乎没什么存在感 最有存在感的时刻 是上半场就已经早早三次犯规了 以及一些不合理的投篮和传球选择 很多人一直表示 PUO从勇士的第六人升级为巫师的核心之一 战术地位会上升 刷出亮眼数据的可能性会更大 这一点连highlight曾经都非常认可 但事实上 PUO本赛季的使用率仅为26.2% 比上赛季的29.2%下跌了足足三个百分点 所以本赛季的PUO在巫师 似乎没想象的那么重要 之前的影片中谈过PUO本赛季 投射区域全死角的问题 名记Stane还曾表示 巫师有可能放弃PUO 目前看来PUO或许未必会在这个交易截止日前走人 但他的赛场地位毫无疑问受到了巨大冲击 甚至有可能一降再降 当然 巫师不可能平白无故缩减PUO的球权 之前也宽泛地聊过他投篮不准 失误过多和防守如同送分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PUO的进攻效率时常在何处 1月22日 由美眉晒出本赛季球员的三分表现 可以看到 在100位最活跃的三分投手中 PUO的三分命中率是联盟第三糟糕的 仅好过玩伴Yama和Randal 我们继续细分 先将三分出手分为大空位和非大空位 在场均大空位三分出手数超过一次的所有球员中 PUO36.5%的命中率只能超过32.1%的人 在场均非大空位三分出手数超过一次的所有球员中 PUO21.8%的命中率更是指排倒数第六 位于全联盟最后3%的区间 此外 如果将三分出手分为接球头和持球头 PUO同样各自只能在场均出手数超过1的球员中 胜过全联盟23.8%和11.9%的人 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PUO的三分差哪了 它是哪都差呀 同时值得一提的还有中距离 本赛季PUO减少了近框出手 在10-16英尺中距离的出手占比上升到13.3% 这是它生涯的最高值 但神奇的是 它在中距离的命中率32.9% 却是生涯最低值 夺冠赛季 它的中距离命中率能达到45.7% 这个数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今的三成出头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们当然要排除它加练中距离的可能 因为命中率能说明问题 事实是 PUO瘦弱的身体导致它突破攻框效率极低 来看这个球 PUO在右侧底线单打SOHA 但被天才鹰幕笼罩得完全找不到出手空间 只能一遍又一遍进行花哨但无用的运球 最终它只能叫个掩护 然后借掩护拖到内线 但看似手拿把掐的上篮还是被弯板压马无情赏到火锅 正是因为攻框效果不好 三分又是垫底水平 因此PUO才不得已进行了过多的中距离出手 但这种出手本质上和浪头没有区别 进不进仍然是看天吃饭 运动战全线失灵 PUO为什么不尝试站上罚球线呢 但事实是 它本赛季的买饭功力同样大幅退化 有一项投篮造范规律的数据 全称为Shooting Files Drone Rate 简称SF百分比 PUO的这项数据目前是9.1% 排在联盟第172位 低于联盟平均值10.6% 而上赛季在勇士 它的这项数据高达12.6% 三分效率全线下滑 中距离投篮看天瞎投 近况出手减少 罚球率还下跌 至于防守 它向来是没有的 上赛季的PUO本就已经收获了无数差评 很难想象 本赛季的它居然又大幅退步了 另外PUO的球商也令人挠头无语 比如这场对公路的比赛 他在末节最后4分钟 选择的地滚球慢慢滚过半场 而不是运球过半场 他的想法其实很容易懂 他认为只要他不触球 表就不会走 他就能节约下更多时间追分 问题在于 不触球及步走表的前提是 死球或者最后两分钟内 当时的情况是 公路刚刚命中一记三分 是明显的活球 且时间段也不在最后两分钟内 所以事实是表会一直走 时间被白白消耗了 可以看到 PUO完全不懂这个规则 所以他过了中线 发现表一直在走之后 显得非常激动 而且PUO的问题 素来不止在场上 他的场下问题始终不少 之前说过太多次 他的心理问题 但遗憾的是 他总能为我们提供新鲜的素材 就比如对马刺一战 很难想象 他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思 才去打断歪班 鸭马和队友的机长 就有记者表示 这种打断别人机长的动作 他从未见过 或许有人说 PUO可能是在尝试搞对手的心态 但在这方面 天才樱幕显然更胜一筹 只见搜罕罚完球后 拍了拍PUO的屁股 一切进在不眼中 这样的PUO 似乎确实配不上 NBA球员的名头 打出联盟倒数第一的 总正负值也就不稀奇了 从本质来说 PUO的手感还算柔和 但基本功却很糟糕 这就导致了 他没有兜底的技能 在打铁的时候 也很难用突破分球 和发动挡差来帮助队友 在勇士时 为他兜底的老大哥太多了 Curry Clay Wiggins都有这种能力 又或者完全可以 在PUO状态不加时换下他 让他后续去 虐虐对方的替补阵容 找手感 50的阵容就没法帮到PUO了 Jones是个 没什么自主进攻能力的 传统空位 本赛季总正负值 联盟倒数第四 和Kuzma PUO堪称另类三巨头 主力前锋FD 投射和终结是弱象 中锋Gafford又只会吃饼 这样的队友给PUO的援助较少 PUO几乎常常都要面对 体型和力量碾压他的对位人 完全打不动 于是只能凭手感瞎头 此外 PUO开季出一连串的失误 也证明他消化不了太多球权 在勇士 球过几乎每个人的手 除了湖顶发牌的Green 都不会要求某一个人长期持球 这就对PUO很友好了 但来到巫师 他一开始被提上主控后 各种低级失误就分支他来了 于是巫师主帅小Ansel 在赛季深入后 逐渐减轻了PUO的球权 也完全可以理解 总而言之 一个无组织 无防守 无得分杀手键的半桶水得分手 想在联盟长久生存是很难的 这样的球员打打乱战 或许还行 碰上金块这种防守纪律好的队伍 他会受到极大的针对 其实PUO夺冠赛季成名的 季后赛系列赛 就是对阵金块 但又考虑到 彼时Murray和MPJ双双爆销 KCP又尚未加盟 PUO在勇士传切体系的 因毙之下 对付Barton Campozle 小Rivers等人 也算是信手拈来 只是上述后卫 如今都已经不在NBA打球了 可见PUO的真实水准 后续巫师将连战活塞马刺 进行摆烂队之间的巅峰对话 如果PUO能打出之前6场比赛 场均20加的水准 或许还能增加在队内的 威望和信任度 如果他继续打出 对战金块这样 七中一的离奇效率 那么他的球权 必然会将进一步被剥夺 只是他的合同 实在是太烫手了 他4年1.28亿的合同 本赛季才正式开始实行 未来还有3年的合同期 相信不到万不得已 巫师也不会贸然放弃他 但如果我是巫师管理层 我绝不能容忍 挤兑年薪3000万的 首发分位是这样的水准 今天对灰狼的比赛 巫师末节启示 一度将分差缩小到7分 但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颇莫名其妙的 抢投了一记超远3分 这记3分打铁 直接中断了巫师的追分势头 最终普偶只交出11中2 7分45的数据 成为了巫师输球的最大罪人 自有正负值统计以来 历史最低单季总正负值记录 是Dean Garrett 在97-98赛季创下的 -761 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 普完全有可能成为 历史第三位单季总正负值 跌破-700的球员 甚至打破-761的历史记录 也并非不可能 其实这个记录 完全算得上是NBA 最难破的记录之一 不过很出人意料的 这样糟糕的普偶却蛮契合勇士 因为如今的勇士已经陷入到 一旦Curry压火 全队就会陷入停摆的境地 只能零散得分 而且本赛季Curry下滑的情况 也很明显 如果普偶还在 或许由他来承担大量出手权 敢打敢轮 反倒会有奇效 诶 这里我又有一记了 既然勇士需要得分手 重建的巫师需要舰队核心 太阳需要惊艳老道的指挥官 那不如勇士 太阳 巫师 做个三方交易 普偶去勇士 比偶去巫师 普偶去太阳 诶 等等 如果这么一换的话 这三支球队的阵容 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